说的汉译世界学术民著从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我听说最近有一些老板呢 专门买这样一套书放在自己的书架上 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 我要说的是 民选作用 为什么说在书架上放上这样的一套书 就特别显得有品位 有品质 厚重呢 因为这一套书中汇集了哲学政治历史等等门类 世界学术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 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些如雷逛的大师名家 他们的代表作在这套纯书中都有分有 许方说 伟大的德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 伟大的这个生物学家达尔文 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思想家卢梭等等 他们的代表作都能在这套书中找到什么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这一套书代表着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一套书已经成为了一个出版界的传奇 首先 这套从书的出版者 商务印书馆 本身它就是一个传奇 这本书熟悉吧 清华字典 上学的时候人手一策 您知道它现在的销量总计是多少吗 突破了4亿本吗 它的出版者就是商务印书馆 1932年1月 清华日军进犯上海 当时他们锁定了几个重点的轰炸目标 您知道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轰炸目标是哪吗 那就是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呢 不仅仅只是一个出版社 它还拥有一个东方图书馆里面 藏着大量珍贵的古籍 因为商务图书馆准化影响力 当时它与北京大学并称为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日本军队里有人不理解 说轰炸的时候为什么要炸商务印书馆 这样一个出版机构呢 它有这么重要吗 您猜当时清华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司令 炎泽信一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烧毁闸北几条街 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 只有把商务印书馆 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 崩毁了 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要毁灭一个民族 首先就要毁灭它的文化 于是1932年的1月28日 日军残忍地轰炸了整个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和东方印书馆全部炸 大火整整烧了八个多小时 像雪花一样的纸灰在天空中飘了整整的几天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国难呢 但是在这件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